请主委 请盛主委 主委,在修文创法的时候 本席是一路相挺 深度的介入文创法的修法 让他可以非常成熟的 最后能够在我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 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出炉 顺利的修法完成 而原来在文创法的阶段 我记得文建会当时对于现在的文创院 原来的构想是一个基金会 当时是本席大力的希望文创院 他要有更恢宏的定位跟格局 要把自己定位在文化创意产业当中 有如公研院的地位 所以本席一再提出公研院的模式 大力的来促成说 原来的基金会模式能够变成后来的文创院模式 所以文创院之所以能够形成为立法 其实本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今天看到文创院的主持送进来 其实跟本席的理想相距是相当的遥远 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无论是国家的工商产业的发展 科技产业的发展 过去在发展资讯产业全球布局的时代有支撤会 那是产业别非常清楚 作为国家产业发展基本战略的旗舰计划之下的一个支撤会 在那个时代确实带动台湾在该产业的发展 而到公研院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公研院一设立的时候 他也毫不客气毫不避讳的 就非常坚定的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相当程度的产业别的旗舰设计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公研院 他就是对于国家工业发展 在科技产业上面 我自我定位 我是一个研究发展技术移转 产业服务跟价值衍生 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这样一个角色之下 他是实际硬理之下去做研发 然后智慧财产的协助跟保护之下做技术移转 最后商品化的时候让他产生衍生价值 扮演这样的角色 而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当然很难避免 我就是我要选择我的定位在哪个产业 所以他也有重点产业 他有生衣产业 绿能产业 材化产业 机械产业 资通产业 电光产业 他也没有避讳于他对产业别选择了下去 我就是旗舰策略 就是出来 国家在文创产业要全面发展的时候 我们好不容易盼望了一个文创院 本席其实期待看到的就是 主委来主导我们的文创院的组织的时候 其实应该以工研院的模式来下去 设计文创院 可是今天看到的不是工研院模式 今天看到的是文建会模式 如果我们看到的文创院是工研院模式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今天主委你对于文创院的各分组 你所选择国家 现在开始启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国家整备策略出来的时候 你的产业别你一定会勇于做选择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 当产业别不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到说文化创意产业这十几个类门的产业当中 有哪一个产业它会得到一个国家做上位的一个全盘的研究发展 技术材料的研发 产品的设计 技术的移转 产业的推动 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产业得到国家这个力量的资助 看不到 所以本席认为很可惜 这个定位还没出来 那当这个定位还没出来的时候 本席就会认为说 未来您的这个文创院 其实它会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文建会的派出扩边机关 也就是分担文建会现在人力不足 既有的工作当中 变成一个委外的承揽机构 文创院 然后让文创院替文建会来做 而且当我们委办到文创院来做的时候 因为他是财团法人 所以呢 他解除了行政机关文建会来做的一个基本的绑锁 他会成为文建会主要推动工作的一个白手套 这个部分本席没意见 但是太可惜了 文创院如果被这样定位 他只不过是分担文建会人力不足的一个扩边机构 做的仍然是飘飘渺渺的 所谓的这些行政业务工作 如果是这样 那文创院在这个时候让他成立 本席是认为很可惜 在这个时候要踏出这一步 本席是认为时机还没成熟 所以本席在这里有必要呢 跟主委再度交换这个意见 也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放弃了吗 我们要放弃文创院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工研院 这样的角色吗 因为今天这个主司法下去了 你就成立了 虽然主司法没有架构你下面的一级机关 可是你今天下面的一级机关送出来了 他所做的都只是行政业务的服务工作而已 跟工研院他去做研发 去做技术的研发 去做技术的移转 去做产业的布局 去做价值的衍生 那个定位差太远了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台湾的工艺 工艺 有多少材料的技术 我们根本跟不上其他的国家 我们的玻璃 我们的瓷器 我们的陶器 我们现在想要让他在全世界 建立一个品牌的价值跟竞争力的话 他真的需要一个这一方面产业的工研院来协助他 有太多的材料的技术的 多多媒材 结合的 化学工程的 这些技术的研发 如果能够把国内兼具艺术 跟兼具这些研发能力的人 齐聚一堂 在文创院里面 我们发展出种种的技术 然后就移转给民间的 陶瓷工艺 民间的玻璃 说不定哪一天 我们的陶瓷器的品牌 就可以比美世界一流的品牌 在全世界畅通无阻 这只不过是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如果我要选择的是电影产业也可以啊 我们的电影产业的拍摄技术 各个领域那么多艺术领域的 多多科学领域的 一个综合的艺术产业 我如果就是电影产业 在作为我文创院的主要的旗舰产业的时候 我有多少研发的工作 不断的做 不断的去刺激 不断的去移转 不断的去陪止我们民间 在电影产业的各种的 全面的提升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的电影产业也会进步 所以本席其实理想中的文创院 是这种文创院 但是今天拿出来的文创院 其实不是这种文创院 所以在这里本席是比较希望 本席是比较希望 还留住最后一个努力的机会 我们不急于那么快 就去成立文创院 假设说以主委你的时间表 主委是希望说 明年边预算后年正式成立 我们至少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多的时间 明年你边概算是四五月的时候边概算 那么你在四五月以前 你最后你都还有机会 下去好好的看 好好的看说国内 在文化创业产业 以今天要成立文创院的一个立场角度 来看未来 它是一个 它不是这么轻薄短小 它不要这么轻薄短小 它不要这么有气无力 假设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大力的就放手让你去做 真的希望 未来的文创院 是文化创业产业中的公演院 从那个角度 我们做最后的努力 当你构想成熟了 我们要修法一个早上或一个下午 就让它过啦 没有问题呀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希望看到说 主委筹备到某种成熟的程度了 大家也认为可以上路的时候了 那我们很快的就把文创院的这个组织法让它过 所以本期是比较希望做一个更恢宏的定位 真正能够带动某一些台湾文化创业产业的一个真正永续的长远发展的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啦 所以这个部分 我还是不使心 我很快的说明一下 我还是不使心 因为您这里就一个研究发展处 就一个小小研究发展处 其实是整个院在做研究发展 但是我是不同产业的研究发展 技术移转 价值衍生 产业服务 就我选择甲乙丙丁四个五个产业 然后就这四个五个产业 我整个文创院就是替这五个产业 找人来 找资源进来 替他们做研究发展 做技术移转 做产业服务 做价值衍生 好 而不是说现在这里一个研究发展处 你看看你的研究发展处就一个处 然后里面要做 要做材质研发 哪一个产业的材质研发 所以你不可能真的做 产业十几种 你要做哪一个产业的材质研发 你总共才五十个人 然后你要文化创作产品的商品化 跟技术移转 叫技术移转就是我自己 发展出来的文化商品 那你要发展文化商品 你要发展材质研发 那就不是光这么多处里面的一个小处 可以做的 而是不同产业里面 整体下去做 好 所以 反正协商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机会交换意见 那本期是比较希望说 我们等 筹备到相当成熟的时候 我们很快的让你通过 比说我们今天 炒帅的就匆匆忙忙的就让他过 但是定位是这么的渺小 理想目标是这么的渺小 他很可能将来真的就是小小一个机构 只是做很多行政工作 然后包很多文件会的业务 只是替代文件会劳力不足的一个文创院而已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过了将来他的地位 可能也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那是蛮可惜的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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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